台湾女神也遭性骚扰,公关代表直接把鸡鸡晒出来放在她大腿上,让她崩溃转过头墙忍对方为所行为。 女性在职场上或者社会上一直享有不平等的待遇。 从好莱坞演艺圈开始的,运动持续发酵,之后在南韩,台湾等都掀起浪潮,全球终于正适应世界性骚扰,性侵害问题。 艺人张艾亚拥有窑窍身材,甜美脸蛋,是不少人心目中的女神,近日在节目中自爆在工作时曾遭到性骚扰,对方竟直接把LP放她大腿上,隐忍了十年才敢说出。 张艾亚 据苹果日报报道,张艾亚在女神情暴局中透露十年前曾遭到性骚扰的恐怖经历,恶狼是见过几次面逼公关公司代表,当时她坐在高脚椅上没搞,对方却整个人贴上来,接住便把LP放在她的大腿上,因为年纪小,又担心会影响。 影响工作,她只敢强忍悟心转过身去,继续完成接下来的工作,却造成心中极大阴影。 事实上,张艾亚刚出道时曾被骂过北港香炉,那时候观众认为她为什么可以一直上节目,怀疑她跟制作人有染,所以在网络论坛上攻击她。 那时大学生的制作人是女生,所以根本不可能有这件事,但听到网友的谩骂,心情仍会受到影响。 张艾亚身材火辣,刚出道时却曾饱受批评。 由大学生了没出道时,张艾亚一口爆牙常带来咬字不清,乱喷口水的困扰,不仅因此遭到善效,还失去许多工作机会,直到2012年花了40万做完症恶手术。 幸运也跟着转变,本来三个月都没有工作上门,如今一个月就能有20个以上的通告,面对网友的酸言酸语,她认为这其实是敬业的表现。 张艾亚曾做症恶手术。 不只是张艾亚,大学生了没班底米安琪也曾被男歌手姓暗示,某次跟一位歌手及朋友们去唱歌,隔天收到这位歌手传来的讯息约看电影,她则表示因自己很爱看电影,可能都已经看过了。 没想到对方直白表示,可以一起看电影就是可以XX的暗号。 吓得她赶紧拒绝,她透露该名歌手约30岁相当有名气,国台与歌曲皆有,她说得比唱得好听。 米安琪,图一UP直播提供。 运动从好莱均燃烧到亚洲影视圈,九日南韩演员赵敏基更因为爆出性骚扰事件后不堪舆论,于自家上吊身亡。 除了赵敏基,还有十位名人也因为,me too,time is up运动声望急速下坠,不仅戏份被砍,换脚,更有遭处刑175年的淫魔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